梅根哈里上个月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 儿子阿琪以及女儿莉莉贝特 一家四口兴冲冲地回到英国王室 参加官礼女王奶奶的白金喜继位庆典 虽然从表面来说 两口子原本的目的并没有达成 女王对哈里一家十分冷淡 连见面照片也不愿意拍摄 而其他王室成员也对他们避而远之 但事实上哈里梅根也并非是一无所获 梅根和哈里是在2018年结婚的 婚后第二年 也就是2019年他们的长子阿琪就出生了 2020年两人宣布要退出英国王室高级成员 搬去了美国生活 2021年6月 梅根在美国生下了二胎女儿莉莉贝特 从一开始 莉莉贝特的名字就有沾光女王的意思 梅根也把这个女儿视为掌上明珠 更视为他们一家今后与媒体大公司签约 蹭王室流量的终极绝招 围绕着莉莉贝特的长相 肤色 以至于受洗地点等等 回回都能上王室热门话题 也为梅根与哈里带来了不小的讨论度 所以这次回王室 梅根的本意就是把莉莉贝特隆重推出 拍下女王与莉莉贝特的初见的珍贵画面 以此来进一步提高自己在那些想和她签约的公司面前的筹码 可是梅根没想到的是 她的女儿莉莉贝特却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受宠 女王只见了这个同名曾孙女15分钟 就匆匆离开了 而她精心为莉莉贝特举办的一岁生日派对 女王查尔斯夫妇以及威廉凯特 居然全都没有来参加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 梅根哈里此次回去还是有所收获的 这个意外惊喜是来自他们的大儿子阿琪 阿琪虽然只是查尔斯的第四个孙子 但爷爷却十分疼爱她 2018年她出生后一个月 就在温莎堡举行了热闹的受洗仪式 查尔斯与妻子卡米拉都一起参加了她的受洗仪式 可以说查尔斯对于这个混血孙子是非常有感情的 比起第一次见面的孙女莉莉贝特 她内心更期待与阿琪的重逢 在回王室这段时间里 查尔斯与孙子阿琪单独在克拉伦斯宫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 王室消息人士称 这次祖孙团聚非常特别 小阿琪一点都不触她许久未见的爷爷 跟爷爷玩得很开心 这次特别的重聚 也让梅根与哈里兴奋不已 他们本来担心 阿琪可能会因为太久没有见到查尔斯而哭闹 但儿子的表现让他们惊喜 查尔斯对于孙子阿琪的特别关爱 也使得本就身份的一家子关系 似乎看到了和好的前景 在与孙子阿琪见完面后 查尔斯慷慨地送出了一份礼物 写着阿琪名字的鞦韆 代表了她作为祖父的心意 出其不意的阿琪为父母梅根哈里 拉近了与祖父查尔斯之间的距离 不管怎么说 她和妹妹莉莉贝特都是名正言顺的王室血脉 两兄妹更是排在了王室继承顺序的第七和第八顺位 哪怕现如今他们都没有王子和公主的头衔与名号 但是从公规来说 等到祖父查尔斯在未来某天继位起 他们俩就是事实上的国王孙子与孙女 也是事实上的王子与公主了 如果梅根和哈里够聪明的话 他们真的想与王室回到从前 不再有局语 那么也许儿子阿琪会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梅根从来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离开王室后妖蛾子不断 让伊丽莎白女王都疲于应付 去年三月份爆出了欺凌案 当时王室要求彻查此事 但是现在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变 96岁的伊丽莎白女王仁至义尽 不会发布梅根王妃的欺凌报告 给了哈里王子最后的体面 如果苏塞克斯公爵夫妇还有底线 就应该停止爆料和抹黑王室 否则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去年三月份梅根参加了奥普拉的访谈 给王室扣上了种族歧视的帽子 英国王室也不甘示弱 爆出了梅根欺凌白宫工作人员 并且要求还原事情的真相 经过了一年的详细调查 王室终于拿到了一份欺凌报告 也被视为梅根最大的罪证 但是令人失望的一点是 王室并不打算公开这份报告 甚至处于永远保密的状态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心软了 不愿意双方闹得太僵 因此才会来了个急刹车 96岁的女王仁至义尽 给足了苏塞克斯公爵夫妇面子 并不想继续冤冤相报下去 根据《泰晤士报》的爆料 梅根在担任高级王室成员期间 曾经欺凌星肯顿公的工作人员 事后多位工作人员投诉苏塞克斯公爵夫人 王室也高度重视此事 白金汉宫官方账号发文 宣布已经得到了详细的欺凌报告 其中包含不少人证和物证 以及家庭成员们的口述 足以还原整件事情的真相 英国王室一直秉承平等原则 优待白金汉宫的工作人员 并且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 但是梅根嫁入王室之后 却凭借苏塞克斯公爵夫人的头衔 多次欺凌和欺凌下属 王室曾经也表示零容忍 一位资深的皇室专家透露 梅根欺凌案虽然已经调查清楚 但是大众永远都不可能得到真相 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到处爆料 迫使王室不得不推行改革 查尔斯想构建一个精简版的王室 王室给出的官方解释是 为了保护工作人员的隐私 因此才不会曝光这份调查报告 而且目的已经不言而喻 伊丽莎白女王此举是在保护哈利 也给了苏塞克斯公爵夫妇最后的尊严 一位高级宫内消息人士认为 女王以保护隐私为由 拒绝公开这份报告 背后的良苦用心令人动容 如果报告内容属实而且公开 对苏塞克斯公爵夫妇显然是毁灭性的打击 王室也将面临两败俱伤的局面 然而梅根在接受奥普拉的访谈时 直接否认了这些指控 甚至认为王室是在捏造和丑化自己 再加上安德鲁王子丑闻不断 对菲利普亲王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不久后与世长辞 英国王室麻烦事不断 查尔斯王子基金会也因为资金去向问题 接受调查 《泰晤士报》爆料 查尔斯接受了卡塔尔前总理谢赫250万英镑的现金 用途受到了大众的质疑 王室发言人在例行发布会上 宣布这笔钱已经交给了慈善基金会 但是质疑的声音还是此起彼伏 对于王室来讲 保守的策略才是最好的 因此才会选择放哈里夫妇一马 王家私人财产管理师 迈克尔斯蒂文师爆料 王室通过私人律师事务所调查欺凌案 手上也有了足够的证据 事情的真相足以毁灭哈里和梅根 王室经过再三考虑 还是放弃发布报告 所有人都高度重视这件事 没想到最终却是虎头蛇尾 王室也宣布结果永远不会公之于众 即便如此还是引发了梅根粉丝的不满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继续抨击王室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想维护偶像是一件好事 但是不分青红皂白诋毁他人 已经触及王室的底线 最终拍板的人是伊丽莎白女王 毅然决然选择西式宁人 保住了哈里王子最后的尊严 除了心疼孙子之外 王室也想趁此机会 跟梅根保持距离 毕竟苏塞克斯公爵夫妇 以爆料为生 而王室则更加看重名誉 不作为才是最好的方式 除了放梅根一马外 王室也有敲山震虎的意味 毕竟手上已经有了十足的证据 看来哈里夫妇要消停一段时间了